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 處處時節 我在想做什麼菜 因為家門口有一個池塘 我看到荷花荷葉 還有鴨子 這個時候我會閃現出來 處處時節我做一隻荷葉鴨 我就跑到池塘裏去抓鴨子 我覺得鴨子在池塘裏跟荷葉相處的時間 已經很久了 我也為我的客人去做一頓飯 叫和平相處 和平相處 餐桌上也用了採回來的荷花荷葉 餐店 也是一張荷葉 我會覺得這是中國人吃飯的 一種視覺上的享受 讓眼睛先吃飯 我愛你 這個就好 好好好 從設計財譜 從閱讀傳統的書籍 為了做得更品質 我會把自己的時間放慢 願意與你分享美食的人 都是想和你一起把時間過得慢的人 在這道家宴裡面 我在製作的過程中 其實時間和食物之間的形態 非常的好玩 醉鴨的過程就要20分鐘 浸泡也要20分鐘 把鴨子散乾的這個過程 要兩個小時 我們再去把這些鴨子 放到蒸籠裡面 蒸煮的時候 又是兩個小時 最後再回味 做好這樣一道荷葉鴨 至少八個小時 荷葉 米水 麵皮 然後再是鴨子 這樣他們的關係 又是中間穿長了時間 來品嘗這樣的家宴的 又是人和人之間 這就是我最初要做一千里宴的初衷吧